什麼樣子 沒有什麼樣子 改毒跟改毒 一樣的漢字 不一樣的故言 就可以分配出 你這個故言的政筆性 有夠嗎 來 台商要改的是這個孫雄的毒 全台灣人 最嚴重的就是孫雄已經 亂起了 歪起了 70年來的教育我們的思想已經 扭曲掉了 因為我們忘記我們原來的身份是什麼 但民間會說的日俗 很多人 不願意了解 甚至用五次的心態 來認罰 叫做日俗 你們參加民間會的人 都要做日本人 是這種想法 但是 慢慢跟大家介紹你就知道 日俗是什麼 日俗在說的就是我們原地 法理的身份的經緣 法理身份的根源 不來之前我們不知道什麼叫法理 法理很簡單 來解釋就是說 我跟我們太太結婚 我是他們 這叫做法律上的定義 我是他先生 但是我還沒結婚之前 我這樣跟我母親的時候 我男女朋友 我在政人的面前說 這個我母親 這樣還可以算 沒算 這叫做不是法理 但是你如果結婚之後 你有一個結婚政書 有一個政名 你的父母 什麼人 找什麼人 這叫做法理 就是在法律上面的定義 所以我們的國債 在法律上面的定義 是什麼會 我們來探討一下 這是我們過去 日本時代 日本時代 你看 日本天空沒生 沒生 明天 這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